女儿发生车祸昏迷不醒 调查后得知是富二代问别车 作为一名重生者 我岂能不了了之 那个陆宁 你打算怎么办 凉拌 别说这次他伤害了月月 就算没有伤害到月月 像这种社会渣仔 我也会有一个除一个 这种人的确是毒瘤 一直任由他逍遥法外的话 会有更多人被他害死 接下来 龙兴集团打算朝着酒店领域进军 正愁找不到合适的目标开刀呢 他陆朝风父子正好迎头撞上来 如此大礼 我不要都不行啊 酒店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 陆朝风恐怕暗中笼络的关系 早已经极其复杂 再加上陆室国际旗下的酒店 在东陵省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甚至因此而带动了旅游行业的发展 想将陆室国际扳倒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区区一个陆室国际 我要是再办不到 那我也不用再商结婚了 你该不会觉得 这件事跟陆朝风没什么关系 所以于心不忍吧 想什么呢 就和当初的邹兆华 邹真一父子一样 能培养出这样的儿子 父亲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有什么于心不忍的 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陆宁敢这么嚣张 那他以前肯定也没少干这种事 只不过一直有陆朝风给他擦屁股 没人能把他怎么样而已 如果这次我放过了他们 那陆宁肯定不会认为是我善心大发 而是会觉得连我也奈何不了他 日后的他将会更加肆无忌惮 像这种猪狗不如的畜生 留着他只能维护人间 对了 这次也算给我提了个醒 我虽然不能阻止月月去上学 但我想给他安排几个保镖 时刻保证他的安全 不行 我们再有钱 月月也只是一个普通孩子 他才这么点 你就给他安排保镖 让他享受那种超脱于人特殊照顾 等他长大了怎么办 可是 我们固然可以给他优越的生活 但我们不能给他过分的溺爱和保护 不然的话 哪怕月月以后不会成为那种顽固子弟 也只会成为一个什么都不会的无能之人 可你要明白 这次月月算是幸运 如果再出现这种事 那我们后悔可就完了 夜搜 月月不光是你的女儿 也是我的女儿 我可以发誓 没有任何人比我这个当娘的更担心她了 但你不能让她一辈子都成长在温室里吧 她自己一个人的话 可以无忧无虑的 在学校里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 一起开心 一起生气 一起自由自在地展现着属于她的情绪 哪怕她和其他小朋友吵架了 甚至打架了 那也只是孩子之间的事情 可你要是让她身边时刻跟着保镖 那成什么了 那要不然这样 我给月月安排几个保镖 不过都是在暗中 保证他们不进入校园 你就别跟我讲了 有时候也不光是和其他小朋友闹别扭 主要是咱们现在层次不一样了 敌人也多了不少 如果有人丧心病狂 那孩子出气 咱俩后悔都来不及 那月月要是上了初中 上大学呢 她总会发现保镖的存在吧 那还早着呢 大不了 到时候我把她安排进安保最好的学校 实在不行 就直接让保镖进入当门位 嗯 是叶洞吗 哪位 我是谢上中 哈佛小学出车祸 有三个孩子陷入昏迷 我孙女谢宇童 就是其中之一 听到这话 叶松眼瞳收缩 原来是谢大人 谢上中是谁 当今东陵省丰江大力 也就是陆市国际总部所在的省一把手 这么晚了 谢大人还没有休息 睡不着 找你说点事 谢大人名言 叶董是聪明人 知道我为什么会给你打这个电话 关于哪个酒驾肇事者的一切资料 我今天都已经调查到了 不仅是他 还有整个陆市国际 接下来 谢上中所说的话 让叶松都忍不住吸了口凉气 陆市国际拥有多家酒店 东陵省靠海 又是旅游大省之一 这么多年 陆市国际的却为东陵省做出了不少贡献 用他们那细致入微的服务 以及干净整洁的客房环境 不仅带动了旅游行业的发展 更带动了东陵省部分经济发展 所以 我想问问叶董 对酒店行业有没有兴趣 龙兴集团正在创建酒店方面的子公司 届时将会联手帝都那边的天王集团 共同进军酒店领域 有叶董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谢上中语气没有任何变化 完全听不出喜怒 任何一个大型实业集团 与省市的发展都拖不开关系 目前的东陵省 可以没有陆朝风 但不能没有陆市国际 叶董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这他妈是把线米 直接糊在自己脸上呀 谢上中才不在意叶松要和谁联手 他在意的 是陆朝风崩塌之后 忍住局面 至于为什么会把这块大蛋糕送给叶松 而不是送给其他人 以叶松现在的资金掌控和社会地位 这还用猜 叶董作为商人 就做好商人的本分行了 三天之内 让我看到叶董的诚意 我等不了太长时间 好 同一时间 暂时住在市北区宾馆的陆朝风 也认为自己完了 陆市国际那些高层并未离去 而是一直跟在陆朝风身边 看着他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一晚上的时间 陆朝风打了几十个电话 可这些电话发出去 不仅没有给他丝毫帮助 反而让他如坠冰窖 他真的很难想象 自己到底是造了什么念 一个龙兴集团掌门人就够他头疼了 谁能想到 那三个昏迷的孩子里面 还有一个是当今东陵省一把手的孙女 怎么了 董事长 不好了 刚才接到消息 东陵省消防局 卫生局 食品安全局 全部出动 准备对陆市国际旗下所有的酒店进行突袭检查 什么 陆朝风双眼一瞪 差点昏死过去 多部门联合行动 而且还是在夜里九点多 这是什么概念 就连夜松都做不到这一点 幕后主使之人 几乎已经呼之欲出了 查你 那你肯定有罪 董事长 董事长 陆董 发生什么事了 这一关 我算是过不去了 你们都是跟了我多年的老人了 尽快回去 让财务那边结算一下工资分红吧 陆董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陆市估计应该会落在龙兴集团手里 只听陆朝风又说的 不要大动声色 全当你们不知道这件事 夜松对酒店行业第一次涉猎 很多方面都不懂 只要不去招惹他 大概率会让你们留下来的 陆董 真的没有补救的机会了吗 补救 补救 自作孽 不可活呀 没想到王大少这么晚了 还有亚信约我喝咖啡 约约没事吧 医生多次会诊 没有什么大碍 我们也就出院了 王大少有事你就说吧 对不起 大可不必 王正荣是我叔叔 也是王家里头最照顾我的那一个 所以我有必要跟你说上这么一句 不管你信不信都好 我都想说 如果我知道他会做出那么一个选择的话 我是无论如何都会阻止他的 说那些已经没意义了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 难道王正荣他真的以为只要能把我给干掉 就能让你们王家摆脱当前的受制形势 就能让你们王家的未来势不可挡了吗 他低估你了 也高估王家了 难道真的以为这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就能够让事件翻篇的 还是他觉得无论是林家也好 还是紫禁庙堂也罢 在我隐身已成定局的背景下 林家跟紫禁庙堂都会出于大局 而不敢轻易去对王家动大刀 真的以为到时 只要他自己选择承担一切罪责 就能确保王家可以置身事外 还是那句话 他低估你 也高估王家了 似是不知该如何去正式叶松的接连拷问 王静安重复着强调道 只是话口未完 便跳转话疯道 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 如果那次你真的不幸栽在了湘江 后续会是什么后果 你不是能够想象到吗 我想知道那些我想象不到的 大把王家人得给我陪葬 当然了王沧海王老肯定不再淒烈 但能够确定的是 你王静安是绝对避免不了的 到夕凉气之余 王静安的身体猛的一颤 双手以及脸上尤为明显地抖了起来 继而也随之陷入了承诺中 怎么 王大少约我喝咖啡的罪文之一 就是在于问我这么个问题 你让我很意外 我设想过种种可能 唯独没想到你 依旧会举荐我加入智库大院 会是那么一种画风跟局面 所以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就如你所说的 这只是王正荣的个人行为 跟你无关 你甚至都不知道 他会做出如此疯狂的行为 不是吗 叶栋 这个回答是不是敷衍过头了 如果按照你这个说法 那发生在我叔叔身上的事 还至于牵扯到王家 甚至是王家派系身上吗 看来王老都跟你说了呀 王静安没作声 等着叶松的下文 如果我说我其实很欣赏你 你信吗 欣赏 这俩字素来都是上位者 对于下层说的 如果换作是之前 王静安兴许会真的很不适 但此时此刻 他却没有去揪着的心思 毕竟当下事实不仅是他 连王家都在对方面前 折腾不起风浪 又或者该说是 不敢在对方面前折腾风浪 你是欣赏我 还是欣赏我手上的心血资源 你真觉得你手上那些资源 对我有那么重要 叶松轻蔑地哼笑一声 在王静安的乍然失愣间 续上道 不否认你达到的资源 确实很优质 但如果我想把他们给拉下去 想让他们给我的人当垫脚石 你拦得住吗 你挡得了吗 只是那样一来 会很浪费时间罢了 当然 也有可能他们察觉到风头不对 会想方设法脱离王大少 从而寻找 集成同济会的路子也不一定 王大少说是吗 毕竟这个世界往往都很现实 尤其是在名利场 或者是权利场中 明明能够爬得更好 有几人又能做到 顾忌昔日恩情 而放弃自己的前途 所以打内心的说一句 我的确是有位欣赏你 因为我一直都认为 如果不是我的出现 你王静安在某种程度上 甚至可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右 既然说到如果不是你的出现 那我想听听你是怎么看待这点的 如果不是你的出现 我王静安会如何 如何吗 如果不是我的出现 恐怕你真能率着王家 把林家给踩下去 因为你对林家太过于了解了 甚至对于林家的每个人都极为了解 这种背景下 林天南将会成为你的一个突破口 可惜的是 我的出现显然是让你徒劳一场了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出现 一旦你把林天南那张牌给打出去 那么在滔天的声讨渔情下 以我对林部长跟柳航长的了解 他们大概率会辞到职务 以卸甲的方式 对社会做出一个教子无方的交代 当然了 也只有你王家有这个能耐 也只有你王静安 才会把一模整得那么阴损 所以你知道智库大院那边 为什么一直都没将大门朝你敞开吗 就是因为你太损了 话到最后 叶松笑看起了王静安来 至此 王静安那张充斥着阴柔之美的面孔 连连抖颤起来 就我对你王大哨 以及你们王家的了解 你们就是喜欢高估自己 如果林家真被王家踩下去 那么就以你王静安的野心 就以你们王家上上下下的野心 必然会没完没了的想着继续往上走 乃至于会让你们渐渐的 不再去顾忌紫金庙堂那边 毕竟一家独大 往往总会让人迷失的 如此一来 王家姿势少不了 会让紫金庙堂视为大患 也许这一届跟下一届奈合不了王家 但下下届 下下届呢 最多不超二十年 等着王家的只会是一个结局 拉清单清算的结局 到那个时候 王家的下场不见得会有多好 最起码不见得会比没落的林家好 叶松的话再一次让王静安眼角狂躲 显然过往的他从没试过沉下心去考虑那些问题 而正如叶松所说 如果王家真将林家给踩了下去 真的走上一家独大的正正局面 试问他王家真会甘愿止步吗 真能克制住适可而止的野心吗 所以我之前就有想过一个问题 如果我是林家之主的话 我会尽可能的去避王家的锋芒 王家不是想着成为四九成的独一档世家吗 只要危机不到林家的基本盘 那就视若放任王家去如愿以偿 最多等上个一二十年 甚至在那种形式上估计都用不了一二十年 王家自会崩盘 就好比那句什么 欲让其灭亡 就先让他疯狂 王家若是崩盘了 失去制衡的林家 又能保证不会被子晋庙堂施作潜在威胁 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就得怀疑自己 是不是高估你们王家对林家的了解程度了 怎么说 很简单 林家不像你们王家抱着那么大的野心 对于林家而言 为国家服务这五个字牌在第一位 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牌在第二位 林家的野心只是为了能让华国变得更好 能为民众做更多事 这些 紫禁庙堂都是看在眼里的 而你们王家 门心自问一句 能够相提并问吗 基于这一点 就算紫禁庙堂做不到对林家绝对放心 但也不至于去世做什么扰乱朝纲的威胁 王静安再次陷入沉默 短短时间的这番对话 对他已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触动 片刻后才缓缓地苦涩道 看来无论是我也好 还是王家也罢 一直都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啊 回到刚才的问题上吧 延续刚才你说欣赏我的那个话题 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让你臣服于我 你觉得我会臣服于你 你会不会是一回事 我只是给你提供这么一个臣服于我的机会而已 至于如何选择 在于你 如果我说我拒绝呢 如果我说我当前的一切卑微姿态 只是出于对形式的无奈呢 王静安直言不会地说道 完全不去担心这些话 会让叶松在关于他王静安 以及王家的问题上会如何如何 我说了 那是你的选择 但我要说的是 如果你拒绝这种机会 如果你坚定当前所为 只是出于对形式的无奈 那你王静安对我的价值仅仅是利用 也只限于利用 反之 如果我选择臣服 又会如何 选择臣服吗 那就意味着你王静安的名字 在未来会比叶松这俩字更加响亮 四九成新生代第一人这一称位 也会成为四九成第一人 王家又会如何 这个问题不取决于我 而是在于你 这一回答让王静安那下意识 微微张开的双唇合闭起来 短暂片刻后 王静安眼神尤为复杂地看着叶松道 如果换作我是你 我绝对做不到像你这般 所以你在对上我时 屡战屡败 不是吗 文言 王静安证然失笑 只是相比之下 似是已经没有苦涩之说了 行 今晚的对话就到这吧 并没去正面回应臣服这个问题 王静安起身就走 喂 五十多块的咖啡你不喝了 我喝这个 从今天开始 我王静安没有苦涩之又香甜 在视频道上 我们来看 谢谢 帅